杭州警方关于我的事情 做出了警情通报 想必有些朋友已经看到了 其中最重要的是这两句话 谭某自述 在电视上看节目认识涂某 但生活中从未与涂某见过面 实话说吧 这两天我啥也没干 无心作事 在担心妻子病情的同时 我更害怕她受到这个事件的影响 同时我也担心家里的老人和亲戚 受到别人的指指点点 所幸的是樱桃还在放暑假 她是个很敏感的孩子 如果她也受到同学们对此事的议论 她稚嫩的心灵该如何承受 是 现在我被证明是清白的 但是我和我家人所受到的痛苦和精神折磨 谁来尝试 还有那些因为谣言和网暴 离开这个世界的人 他们的生命和他们的家人受到的痛苦折磨 该由谁来尝试